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要读症宣告了肾的衰竭 肾是一步步走向衰竭的 而不是一蹴而就 之间有一个过程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某些地方近一年来 新发尿毒症已达68万 死亡人数高达66万人 慢性肾衰竭一般经历四个阶段 肾储备功能下降 肾功能不全代长期 肾功能湿代长期 淡至血症期 尿毒症阶段 尿毒症的出现意味着肾走入末路了 衰竭就是没有用了 肾是干什么的 是帮助我们把身体的肺物 代谢产物 肺物 尿素 和多余的水分等排出体外 肾衰竭了 肺物排不掉 过量堆积 我们就会出现中毒的一系列症状 肾衰竭了 不工作了 我们只能依靠血液透析 把体内肺物排出去 或者换肾 来顶替没用的肾继续工作 肾为什么走向了衰竭 人未老 肾却先退休了 我们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民以食为天 科学均衡的饮食 能够促进生长发育 及维持集体健康 但错误的饮食 却有着诸多危害 最典型的就是吃得太咸 因为肾是排泄钠 也就是盐的主要器官 吃得太咸 肾只得加班工作 才能把多余的钠排了 以维持平衡 另外 盐在体内会锁住水分 不容易排出体外 这无疑增加了肾脂尿 排尿的难度 加重肾的负担了 但有些地方的人们喜咸 而且对腌制食物 有种特别的情怀 很多家庭会在逢年过节时 腌制大量肉 鱼 香肠等 当作必备年货 做得多的人家 可以吃整整一年 除了咸食 还有几种食物 我们平时为了 护好我们的肾脏 也要少吃 尤其是对于肾病患者而言 有些食物是绝对禁忌 因为有几种食物 甚至具有肾毒性 这几种食物经常食用 最伤肾 一 动物内脏 很多朋友喜欢吃动物内脏 尤其是各种肝脑肠等 不过 好吃归好吃 最好适量食用 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高飘磷 和大量胆固醇 这些物质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很容易诱发尿毒症 心脑血管疾病等 因此 一定要适量食用动物内脏 二 酒精 很多长期大量饮酒的人 其肾脏功能都不好 而且 这类人群中不乏尿毒症患者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 由肾脏将其分解 少量饮酒一般不会对肾脏 带来太大影响 但过量饮酒 会给肾脏的过滤功能 带来压力 同时 会影响肾脏的滤血功能 干扰肾脏的排毒和代谢 三 浓汤 很多朋友喜欢煲汤盒 但浓汤中的漂亮和脂肪含量 非常高 尤其是长时间熬制的汤 经常喝 很容易让尿酸在血液中堆积 使得血液中尿酸含量升高 进而导致痛风和高尿酸血症 损害肾脏健康 四 碳酸饮料 当代青少年 偏爱各种口味的碳酸饮料 甚至 有人一度拿碳酸饮料当水喝 这是非常生肾的行为 碳酸饮料一般都是高糖分 高热量的 长期大量饮用的话 很容易增加血液浓稠度 干扰肾脏的正常代谢功能 使尿酸增多 极易诱发尿毒症 五 涮肉 吃炖火锅 涮肉 别提有多滋润了 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涮肉汤汁的漂亮含量很高 会加重肾脏负担 再加上边涮边吃边疗 很容易吃撑了 这些都会造成脾胃负担过重 六 部分中草药 很多人觉得中草药没有什么副作用 甚至有人自行肩服 比如苍儿子 曾经 有家长自行采摘苍儿子 按网络上的方法给孩子使用 缓解过敏性鼻炎 引起的鼻塞 最终 因使用过量 导致孩子肾功能和肝功能严重受损 此外 有些食物的肾毒性 比之药物 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单介绍几种 雷公藤 关木通 鲜牛子 苍儿子 婴素壳等等 其中 雷公藤导致的肾损害最大 其次是关木通 关木通伤肾的原因是含有肾毒性物质 马兜磷酸 其是一种有很强的肾毒性物质 所以 平时大家千万别盲目 不吃中草药 就医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是否有其他的病逝 七 猪脑 猪脑中虽然含有较高的蛋白质 但胆固醇脂肪含量也非常高 是鸡蛋黄的八倍左右 过高的胆固醇会明显增加 患肾衰竭之类的肾脏疾病的风险 而且 这种存在的风险可以持续十几年 胆固醇摄入多了也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 引发心脏病 中医也认为 其损男子阳道 男子食之损精气 所以最好是不要吃 八 酒后浓茶 很多人都认为苦涩的浓茶可以解酒意 其实这是个误解 浓茶不仅不能解除酒毒 还会增加对人内脏的损害 特别是肾脏 茶叶中的各种碱性物质 具有强烈的利尿作用 如果酒后喝浓茶 酒精转化成的乙泉 还来不及分解 就会随茶水进入肾脏 吸毒性会严重损伤我们的肾脏 所以千万别在酒后喝浓茶 食物界四大护胜高手 一 胡萝卜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 果胶 膳食纤维等 荷兰人甚至把胡萝卜列为国菜 中医认为 胡萝卜具有补肝明目 壮阳补膳之功效 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曾对200位年轻男性进行了调查 统计了他们饮食中 蔬菜水果的种类和数量 观察水果和蔬菜对精子质量的影响作用 结果发现 在健康年轻男性中 胡萝卜素的摄入量大的人群 其精子活跃程度比较强 食部推荐 胡萝卜粥 食材 胡萝卜一根 金米100克 做法 先将胡萝卜洗净切块 金米淘洗干净 锅内放水煮沸后 将金米放入锅中 金米熬煮5分钟后 放入胡萝卜 煮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 2.莲藕 李时珍在奔草钢目中称藕为零根 煮熟的藕有补心益肾 氧气 氧血的功效 3.钢豆 钢豆子成熟后 呈肾脏型 有黑 白 红 紫 鹤等各种颜色 中医认为 钢豆有健脾补肾之功效 现代四川中药之中也写道 钢豆滋阴补肾脾味 还可治白带 白灼和肾虚移精 4.山药 山药营养丰富 素有天然人参的美称 不仅可以作为食用佳菜 还可作为滋补佳品 中医认为 山药有补皮养胃 神经易肺 补肾色精的功效 其实 当我们肾中精气充肾时 身体筋骨也强健 当肾中精气衰竭时 就会出现头发枯萎 牙齿松动 失去生育能力等衰老的表现 肾中精气的肾衰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衰老过程 养护肾中精气的外调方法总有一款适合你 1.揉耳健肾 在休息的时候用双手捏搓拉揉整个耳部三分钟 不拘泥手法 以自己感觉不太疼为适宜 耳朵会变红直至有温暖感 最好也会觉得颈部和腰背部有热热的感觉 此时继续通畅舒服直至 2.搓后腰 加八疗血 搓后腰要从腰眼 肚脐正对后背的位置 即密门血所在 一直搓到八疗处 搓揉200到300下左右 直到使局部发热 并向小腹放散 甚至通达到双脚 八疗血常常用于调理 泌尿伸直方面问题 直立或俯卧时 臀部肌肉上面明显有两个凹陷 即美人窝 八疗血位于美人窝往下内侧 恰恰是敌骨所在的位置 3.提肛以肾 孙思妙在正中方就提到 骨道移长搓 孙思妙认为 肛门位于人体督脉上 而督脉为羊脉之海 具有调节全身猪羊筋气血的作用 长搓骨道可以提升中气 强壮脏腹 调节气血阴阳 提肛的动作就像忍大便一样 将肛门向上提 然后放松 接着再往上提 一提一松 提的时候吸气 松的时候呼气 每次做50次提肛运动 随时都可以吃 但有时候 喝水没喝对 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隐患 睡觉前如果不喝水 可能会引发脑穴栓 这可不是胃炎耸听 这里有关喝水的几个知识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吃饭时喝水对胃不好吗 边吃饭边喝水 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有消化不良 引起胃部疾病 影响胃蠕动 一 消化不良 食物在摄入胃内后 是通过胃酸的作用 是食物分解 边吃边喝水时 由于水的中和作用 胃酸的浓度会降低 不会分解食物中的成分 也会影响食物的消化 长期边吃饭边喝水的话 就会引起消化不良的现象 二 引起胃部疾病 边吃饭边喝水 很容易引起胃病 如果食物没有完全咀嚼 会随着液体直接进入胃内 增加胃的负担 刺激胃粘膜 容易导致胃炎 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 三 影响胃蠕动 因为边吃饭边喝水 食物很快进入胃 没有被口腔中的消化液消化 进入胃中 依靠胃的蠕动 把食物研磨 不仅会影响胃的排空 增加胃的负担 还容易引起腹部胀满 扩大胃体 从而影响胃的蠕动 在吃饭时 应注意细嚼慢咽 尽量避免边吃饭边喝水的情况 喝水的好习惯 一 睡前喝水 可以预防血栓的发生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 睡前喝适量的水 能够补充血液中的水分 降低血液粘稠度 有利于血液循环 保持身体状态稳定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的产生 减少心梗脑梗风险 因此建议大家 最好睡前选择温热的白开水 最佳时机是在睡前一到两小时 或睡前排尿后 最佳饮水量 100毫升到200毫升 分小口喝 特别是这三类人 睡前更要适当补充水分 第一类是基础病人群 既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基础疾病的人 第二类是心梗 脑梗高危人群 第三类是前列腺增生 泌尿疾病人群 但是要注意 有心衰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水纳代谢往往有异常 喝水过多 可能会加重病情 这类患者喝水量 应该仅遵医嘱 二 沉起喝水 可以调节肠胃防便秘 早上起床后喝水 可以清洁肠胃 同时还能有效地 促进胃肠蠕动 湿润肠道 软化大便 促进大便的排泄 建议大家 最好沉起第一杯水 选择温热的白开水 在刷牙后 进食前 喝水100毫升到200毫升 分小口喝 之所以选择温白开水 是因为其他水都各有缺陷 比如蜂蜜水 不能润肠通便 反而可能会摄入过多糖分 增加身体负担 淡盐水会增加体内的盐分 还会加重缺水现象 特别是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 肾功能异常的人 更不能喝 柠檬水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 特别是 对本来胃酸就过多的人 更不适合 喝牛奶的话 不能充分吸收蛋白质 等营养成分 因为肠胃功能 还处于休眠状态 喝水的坏习惯 一大口喝水 对心脏不好 有的人口渴时 一扬脖子 一大杯 甚至一整瓶的水 就灌进肚子里 觉得这样才解渴 但其实 一次喝下太多水 水分会在肠道内 被大量吸收进入血液 使血量突然大增 心脏负担增大 特别是本身 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更难以承受 比如关心病患者 就可能会出现 胸闷气短等症状 严重时导致心肌梗刺 因此 建议大家喝水 要少量多次 控制好间隔的时间 小口慢饮 一次摄入 约100到150毫升的水 二 喝水太少会伤肾 太多会中毒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 每日喝水少 致使身体轻度脱水时 会损害身体多个系统健康 可能导致糖尿病 慢性肾病 和心血管病等疾病高发 而短时间内 人体摄入了太多的水分 每分钟16毫升 身体不能及时排出 会稀释血液中的电解质 就有可能产生 低血纳症的中毒症状 水中毒 轻则吐晕眼花 虚弱无力 心跳加快 严重的会出现症状 昏迷 甚至造成死亡 那如何判断自己喝多 还是喝少了呢 一个非常直观的办法 尿液观察法 尿量少且颜色偏黄 说明你喝的水不够 该多喝点水 尿量多且颜色接近清水样 说明你水喝太多了 得减少喝水的量 特殊人群喝水量稍有不同 如糖尿病患者 痛风患者需水量大 建议一天在2500毫升左右 心衰患者 肾病患者 饮水最好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一定限制 喝水的六大知识点 一 喝刚烧开的自来水 大家都知道 喝白开水对身体有好处 所以喝白开水自然也是一种好的习惯 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白开水烧开后不能立即就喝 由于自来水是被氯化消毒过了的 水中会有氯残留 与水结合会产生致癌物质 所以即便要喝白开水 也要注意方法 可以将刚接套的白开水放置一会儿 再烧热 另外水要开了的时候 把烧水壶的盖子打开一点 水开后不要立即倒出 等一会儿 让水静一会儿 让水中的化学含量降低一些 这样喝到的水才是健康的白开水 二 从不清洗饮水机 无论是在家里 在外办公 还是在一些公共场所 饮水机的使用率都是很高的 但你有没有意识到 饮水机一旦开始被使用 几乎就很少被人们清洗过 大家似乎太过于信赖饮水机了 认为通过它得到的水 往往是最干净最健康的 其实不然 长期不清洗 饮水机会导致水质受到二次污染 当空气进入饮水机时 一些细微的微生物或者细菌 就会趁其进入 比如大肠肝菌 葡萄球菌等 如果长时间不清洗 还会导致一些细菌的滋生繁殖 所以建议最好还是定期清洗饮水机 炎热的夏季更要频繁一些 三 爱买瓶装水 喝瓶装水很方便 体型小 方便携带 而且打开瓶盖就能喝 所以瓶装水在我国的市场上 也占了很大的比例 但是此前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有指出 瓶装水的包装存在安全隐患 由于瓶装水的瓶盖是聚支的 当瓶身处于高温状态时 就会导致有害物质产生 可能会使人慢性中毒 尤其是在夏天 很多人喜欢在自家车里 放上一整箱的瓶装水饮用 这是不正确的 四 每天喝水量不足六杯 很多上班的人因为工作过于忙碌 常常忽略了给身体补水 这种状况如果持续时间更长 是会伤害到人体的膀胱和肾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日常生活中排泄出去的水分 至少需要喝一千两百毫升的水 才能得到补充 也就是差不多六杯水 如果体力消耗大 除汗量多 还应该增量 如果身体不能及时补充水分 会影响身体机制的正常运行 严重时会产生一些疾病 所以 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是必不可少的 五 早上起床不喝水 每天早上起床喝一杯水 才是正儿八经的长命百岁药 尤其是中老年人 更应该重视 因为人在休息一晚上后 身体的新陈代谢 将体内的垃圾和毒素都冲洗了 早起的一杯水 就可以很好的将血液浓度降低 同时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代谢物的排出 不管是白开水还是饮用水 都可以起到作用 消化系统不好的人 还可以饮用柠檬水和淡盐水 六 睡前不喝水 虽然不建议大家在睡前喝大量的水 但一口两口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中老年人 因为当身体进入睡眠状态时 体内的水分会产生流失 当体内缺水时 整体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高 不利于血管健康 因此 睡前喝一杯水 不仅可以帮助降低血液浓度 减少血管疾病的发生 还能够帮助滋润呼吸道 提高睡眠质量 那我们平时要喝水 该如何喝才是正确姿势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感谢您的关注